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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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很喜欢有钱人的 你喜欢吗? 我喜欢的,我很贪钱的 应该全世界最有钱的人 应该是Elon Musk 或者不是其中一人 Elon Musk的马克思 是吗?马斯克 他应该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人 他最近说了一句说话 中文回来 我今次想想,很贴切 这句说话 衰得快,好得快 他的英文就是这样说 Speed fail, speed success something like that Learn fast Fail fast, learn fast 即是失败得快 失败得快 你就会学得快 最近他有一个很伟大的发明 因为他涉及很多的行业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他的电车 另外他有太空业 还有一些好像以前的Trader 有几个很大的世界性 他最近的成功 就是他把太空船 或者火箭回收回来 他在片段里看到一个 好像一个大筷子 其实他那个是一个大的鼻 那火箭就回收回来 这是一个很突破的成功 你不记不记得 没多久之前 大概 我想两三个月之前 他有一个失败 他有一个失败 火箭飞了 没多多秒 即不是很多长的时间 就在空中爆炸了 当时 我看到有些人这样说 你看看他 碎了 但是Elon Musk的理念里面 他就说 你需要失败 然后每一个失败就是 帮你走进成功的一步 因为当爆炸那一刻 其实 如果你看看发射台那里 的情景和周围的人不一样 爆炸台 其实那个爆炸 是由爆炸台的人按键 要他爆炸 因为他觉得不对 有问题 那爆炸了之后 整个爆炸台的控制台的人 都拍散手掌 很开心 为何很开心呢 因为他在这个失败里面 就拿了很多数据 这些数据就可以帮助他 下次去发射的时候 就可以帮助他成功 我想我个人不会不承认 你要成功 你一定要失败 有没有人没有失败 但就成功 我听说你会失败 我失败了很多次 失败了一次又是一次 但是我觉得Elon Musk的理论 就是说 你没有永远留在坏的地方 有时很惭愧 我们有时失败的时候 一直留起那个自恋 或者觉得没有什么机会 因为这样 因为这样 结果你留在失败里面 不是失败的错 你是没有向前合进一步的错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衰得快 但是学得快 Amen 我的题目就是 等一下 应该在这边 应该在这边 信有希望 信有希望很重要 如果一个人没有希望的话 没有一个概念 没有知道你可能很坏 可能你在谷底里面 但是在谷底里面 你能看到希望 你才可以展翅上腾 我们这里说展翅上腾 恩上加恩 是很被动的 恩上加恩 你是被动 等神来祝福你 你才会展翅上腾 我觉得 另外一方面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 如果我们向神走一步的时候 神就很开心 神就会来 但是 我觉得 神是很主动 祂是一个主动的神 祂从来没有放弃我们的神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很却步 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走一步 我们经常说 我们走一步 神就走很多步 神就想抱着我们 但是你有没有想想 如果你再主动一点的话 那个情况是很不一样的 如果我们要展翅上腾的话 为了什么 再创高峰 我这样的年纪 和我班牧师都差不多 已经黄昏的日子 如何再创高峰 是否这句说话 只是对某一些的人 弟兄姊妹 我相信这个信息是对我的 亦都是对一些年轻的 我会讲一下年纪 那信 这个是圣经里面 我们一起请阳尼姐姐 一起帮我们读这个 经文呢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 恩信将诛般的喜乐平安 充满你们的心 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 大有盼望 我们大家都很明白这些真理 盼望恩典 或者我们的信 我们的希望 圣经里面很简单的去介绍 就是信心的来源 我们是从神已经去到圣经里面的话语 信心会带来到我们 内心的喜乐 庭安不是在外在的 我们外在里面 现在全世界里面 发生了很多不同的环境 如果你在战争里面 你会怎么样 你能不能够读同一个经文 能够领受同一个的启示 或者你有同一样的心情 不管这边打风 这边打仗 我站在中间 两边都可以袭击我 我能不能够有这个把握在里面 信心带来 是有盼望的 就算你走到一个低谷里面 神都可以把你带出来 这个是《创世纪》里面有一句说话 一起读好吗 以撒年老眼睛分花 不能看见 就叫了他大儿子以掃来说 我儿以掃说 我再借女以撒说 我如今老了 不知道哪一天死 你为什么很多人自己救了自己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救了自己 你有没有说过你的话 我也不知道哪一天死 你未到这样的年纪 我们到这样的年纪 有时都会很宵敬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死 死了就比较好 下一个 第三节 一世人 现在拿起你的器械 就是战狼和宫 往田野去为我打猎 照我所爱的作成美味 拿来给我吃 使我在未死之先 给你祝福 这个父亲 这个父亲很怪 作为父亲 或者做父亲 祝福你的子女 你的下一代 通常都不会带有条件 特别现在我们 这么困难的环境里面 无论他读书也好 或者他买房子也好 买车 结婚 作为父亲 有能力 尽量去帮他们 你不会想着 帮了他们 有回报 但是这个父亲 其实有几个人 刚刚才说完一句 我都快要死了 然后他说 我祝福你 因为我快要死了 我祝福你 但是你要帮我打野味 因为我临死之前 我想吃一些好东西 其实都挺矛盾的 你都快要死了 你这么老了 你还在牙吃野味 我又吃野味 他很喜欢吃野味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大概137岁 但是最多他活到180岁才走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等了四十多年之后 四十三年之后才死 然后他说 他给他的父亲 还要长到五年的命 我快要死了 为自己作一条死线 其实这是我去形容 我们在生命里面 不同的阶段里面 我们会经历不同的困难 当我们的困难走到谷底的时候 好像我们不愿意走出来 但是当神说他137岁的时候 他曾经也做过很多事情 我们在圣经里面 当时的创世记里面 最长寿的人里面 最长的有九百多岁 九百五十岁 九百三十岁 九百一十二岁 最短 当时短一点的 以乐 与神同行 没有死到的 也有三百六十五岁 接下来有七百七十七岁 好像和我们现在的环境很不一样 但是圣经里面有记载 就是当洪水之后 以乐之后 人的寿命会短一点 所以圣经里面说 亚伯拉罕是洪水之后 是175岁 他的儿子是180岁 以色的儿子雅各 是147岁 人的寿命 就是因为洪水之后 有所改变 到今天 其实我们也有不同的年份的时候 就是近代里面 我们的寿命也有不同 譬如二世席大战 或者之前的时候 我们的医疗 我们的环境 可能打仗、战争等等 我们的寿命会短一点 但是现在 在这个时代 可能在近代里面 这几百年里面 我们是最长寿的一代 圣经里面 亚伯拉罕在一百岁的时候 就是 他妻子九十岁 他还可以生儿子怀孕 跟着 亚伯拉罕在年纪老迈 在《创世记》里面 圣经说 亚伯拉罕年纪老迈 但是耶和华在一切的事上 亚伯拉罕年纪老迈 圣经里面的意思 不是说衰老不陷 不是说你没有老 你老的意思 要更生你老的意思 我老不老 我老的 你告诉别人 我去很多地方 去大陆 特别去大陆 我快六十八岁了 哇 你这么老的 你六十岁都很老的 但是你自己怎么看自己 不是别人怎么看你 不是因为你在某个国家 你是怎么看的 你自己对自己年龄 有没有一个限制 有没有为自己 写了一条死线在里面 我六十五岁退休 你知道吗 退休 立即你的思维 是改变的 有没有这样的人 我 你们可能都没有 我是很矛盾的 就是觉得 哇 退休一方面很开心 但是另一方面觉得 哎呀 死了 又没有工作了 又这样又这样 就是 你会很矛盾的 不是衰老不陷 在这个时候 当 这个时候 阿伯拉罕是140岁 一百四岁 你比一下 一百七十五岁 应该等于 现在的多少岁 如果我们当 八十岁受命的话 最多是六十多岁 就像我们这样的年纪 是吧 他很厉害 六十多岁 还娶了妾士 然后活到一百七十五岁 这个基土拉 是一个很低调的人 的人物 应该说 在犹太的传统里面 其实他可能 他是跟这个哈格 就是阿伯拉罕娶第一个老婆 第一个妾士 应该说 然后被赶走了 是同一个人 但是这个没有圣经的根据 但是在犹太的传统里面 会这样说 因为他的儿子 以撒玛利一起 就被阿伯拉罕赶走了之后 就改了一个新名 在撒拉去世之后 他就再回到阿伯拉罕 或者阿伯拉罕再娶了他 之后 他就和阿伯拉罕生了六个儿子 六个儿子 哇 也挺厉害的 六十多岁 还可以生六个儿子 还行吗 那些男士会不会立即很踊跃 我们是行的 是吧 是行的 然后他生了这六个 这六个圣经里面说 阿伯拉罕就把财物分给他的众子 然后自己呢 在他未死之前 然后就打发他们 往东方去 根据历史 圣经里面说 其实他六个儿子 就变了很多的民族 不同的民族 也都为了这样的缘故 就应验了神给阿伯拉罕应去 他要成为多国之父 这个基士拉的意思也是象征一个精宗 因为他本来被赶走了 但是他一直都没有再分 为阿伯拉罕继续去持守 直到再有机会回到他的身边 但是他的不同 他生出来的子女就不同 他就跟他生的 他没有成绩权 因为这个是神所给他的应许 但是 这个应该基土拉的故事 其实是一个持续的祝福 对阿伯拉罕也好 基土拉也好 就是说祝福不是一个时间性的 他会很长的 会很延续的 所以如果你是老的话 希望你能够拥抱这个应许 就算你今天七十岁 你要感谢主你七十岁 但是 神的祝福不会因为你七十岁 你就没有了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有一个概念 或者一个思想 我老了 年轻做的事我做不到 但是你老的 可能做到的事是被年轻没有办法做到的事 是吗 老人所做到的事 年轻做不到的 例如我们一个传道人 你年轻的时候 很有精力 你可以很多的分享 讲很多的道 当你老的时候没有这个体力 你看看阿伯姆斯 现在说的道 可能比你年轻说的道 一场等于以前十场 因为里面的深度 是吧 有没有盼望 有盼望的 是吧 那这个 这个 这个 有个字很难读的 我请 陈利姐姐 精华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 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 但其中所精华的 不过是劳苦受烦 转眼成空 我们便如飞而去 这个经文很多时候 我们喪禮都会用的 因为设合了现在这个时代 七十岁八十岁 是我们一般人的寿命 但这句说话是谁写的 是摩西写的 摩西那个年代 虽然不要说九百多岁 那么长 但那个年代 都是比较长寿的人 他为什么会说这句说话 这句说话其实很消极的 最多你是七十岁八十岁 你能够做什么 你都没有够做什么 只是劳苦受烦 转眼成空 便如飞 飞而走 但结果摩西 他活到一百二十岁 为什么在这个时间 他说了这么消极的说话 这是一生的结论 当他头四十年的时候 他是一个王子 所以他什么都可以 但是 后面那四十年 他一个木人在沙漠里面 他没有得跟人讲道 他自己对羊讲道 所以在第二个四十年的时候 他发觉到自己是无能 但是最后的四十年里面 他知道他自己无能 但是上帝能 所以结果在人生最后的四十年里面 用他做了很多大事 八十岁之后 他再创生命高峰 他再创生命高峰 我们是行的 他会开一条路 现在今天我们去看 当你一个名姓 开一条好的路 但是他古事的时候 不是一条好的路 里面 因为是沙漠 沙漠的路 那些山有很多滑的石 以及有些不同的楼梯 所以当时八十岁 他能走到上去 如果今天 以我们年轻人 比较有体力的 我都要爬三四个小时 才可以上到西乃山 但是当时他由八十岁 至一百二十岁 他一直爬西乃山 很棒的 后来这几个经文 我觉得很棒 在一个人生的一个阶段的时候 他创到一个很高的风 摩西的时候 他跟人说 我已经一百二十岁 他已经知道自己要见主面的时候 但是他没有放弃 他也不知道他一百二十岁死的 你不知道你多少岁死的 所以你今天九十岁也好 第一 你不要为自己切了一条死线 第二 不要限制神 当你给神的时候 你九十岁 九十五岁 可不可以为神做事 他没有Amon 我说你们没有 所以你们不能体验得到 他一百二十岁 他上了西乃山 他上了西乃山 然后在后面就是以色列 然后你看到神给他的整个加拿美地 他叫他归列祖 在这个时候 他就登上了这个山 然后苦涵了 由弹河 死海 和整个圣地 耶路撒冷 他看了 但他没有办法进去这个应去之地 但这个高峰就是说他完成了一个使命 他这个使命去到的时候 就是让神结束他的生命 象征了他 带领以色列人 已经到了应去之地 人生有一个不同的阶段 为什么我们要很小心另一件事 就是我们的生命阶段里面 God opens door 神开门 是对的 会不会神闪门的呢 necessary ending 有时候需要你停的 你知道吗 很多时候我们有这个心态 是我 神闪门 我们用手去推 没有闪 这个很好 把手指放进去 让我享受一下 necessary ending 在时间完结就是完结 因为神完结的时候 神就会带你到另一个阶段里面 所以这是一个伟大的 我觉得这个伟大的生命的结束 在一个阶段里面 因为他完成了这个大使命 这是一个再创生命的遗产 在尼波山去世的时候 标志了他的那个年代 就结束了 但是由约斯亚一个更替 就说到神的计划 他继续延续的 因为我们的人是一个限制 但是神的计划是没有限制 我都让神继续延续他的计划 接着有很多人说 摩西很可惜 进不到加南地 但我觉得不是 我们只是 这些以色列人去到加南地 这个是看到的加南地 在他肉身 在这个世上的加南地 但是这个时候 神将他带去加南地 就去到他的里面 是荣荣圆圆 一个更美的地方 这个是再有个高峰 也是在他最练老的时候 他写完了摩西五经 根据历史记载大概 差不多一个月之前 摩西五经里面 其实他在过红海之后 在沙漠里面 是很散地去记载 所以很多的经卷 摩西一路写 但是到这个时候 他可能整理到人生的阶段 他要完成了这个伟大的写作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摩西五经 然后在这个时间 我真的很激动 没有人找到摩西的尸体 神不容许其他人看到的尸体 尼波山不是很大的 上到尼波山 阻止一些人再上去 找不到 因为神要为他做一个丧礼 他的丧礼的日 来参加的不是人 而是众天使围绕着他 Hallelujah 生命可以在床高峰 好 我又喜欢说有钱奴 这是另外一个有钱奴 但是他死了 Steaddrop 苹果 苹果很不一样 我们这里所有人都用苹果 教会的所有人都用苹果 为什么用苹果呢 其实苹果的开始 所谓ISO的开始 就是在Android之后 Android有了 大家都很开心 有Android的时候 但Steaddrop这个人 他就觉得这个不好的 我要做一个更好的 但当他这样想的时候 当然不会有人投资给他 赞成他 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他在2005年的时候 在Stanford 世界排名很高的大学里面 就说了一句说话 当时他面对的人 是一些毕业生来的 毕业生里面 当然有所谓Bachelor 就四年毕业 跟着又有 一些Master 甚至有博士生 因为这个是很大的一家大学来的 对着一家 可能超过一千多二千人的一家 去做一个演讲 他就说了这个说话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有没有搞错啊你 我读了这么多书 我读博士了 我出来赚钱的 我要赚大钱 我已经捱了很多年穷了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有没有搞错啊 我读了这么多书 世界排名这么高 我出来怎么可以蠢啊 但一个很聪明的人就跟他说 Stay foolish Stay hungry 他21岁就在车房里面 开创他的事业 他都没有钱租地方 我开始苹果和另一个partner 25岁就成为八万扶养 几年之间不可思议 所以我很喜欢有钱人 然后呢 因为整个公司的发展 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些人就好像伯母师 圣经里面有五重职务 五重职务里面有先知 有 evangelist 然后有教师 这些人全部的character 他的性格 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神秘有不同的恩赐 一个先锋 他不立 你可不可以叫他坐下 他坐不下 当你有几千人要管的时候 他觉得这些人是很烦的事 所以我们就需要rangle 这些人 很深思细密 每一个 detail他都可以做到 你千万不要找伯母师做 你找错人 你很快就会炒到鱿鱼了 所以因为他整个公司大的缘故 他就请了CEO回来去管他 怎样也很不幸 这些管理人才 就觉得前面这些人 就是等于教会 你有没有听过那些教会炒 牧师鱿鱼 幸好我们没有这些制度 有没有ESS 有没有 有些人真的会炒 有些人 哇 都说了十年度 都说这些道 所以 这是人生 你和我也会 突然一件事发生 是否我错 都说 为什么炒我鱿鱿鱼 为什么离婚 为什么我的儿子有问题 我很努力去工作 突然之来 一架石头 不知道在哪里 一声吊下来 然后头破血流 我想很多人都有这些事情发生过 这个发生在Steve Jobs身上 但是Steve Jobs没有停滞 他继续去 炒了鱿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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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喜欢做的事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人生里面 有些人为了打工 很辛苦 因为要交租 因为要养家 你重复又重复做的事 你很不开心 Passion Feel Success 我们有一个好引擎 电车也好 或者汽车也好 你开个法拉利 很厉害 你没有油 有 厉害也没用 你厉害不厉害 你厉害的 对自己说清楚你很厉害 当你不说自己厉害的时候 你只要看下神的创造 神做你天生我才必有用 这不是中国的名言 是圣经 神做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用 但是这个引擎 怎么能够发挥到一个最好的地步里面 需要电油 甚至是好的电油 新加坡是产生飞机的电油 这个电油是什么 PASSION 你那个激情 你那个热情 你看Covid 你做一个运动员 你重复每一天四点钟五点钟起床 做同一个动作 做一千次一万次 是吧 你看他打篮球很厉害的 你看那些亚洲 就是奥运的那些 跳来跳去跳水 你看他很厉害 但是你知道吗 每天四点钟五点钟起床 做同一个动作 有人说 那些人为了什么 老实说 这么多年长年累月 你继续这样 你会不会做得好 不会的 你的PASSION 你的热情 这些人的成功 就是因为有一个热情在里面 爱你所喜欢做的事 STAY HUNGRY 是什么意思呢 我又很喜欢说另一个有钱人 任正非 好久我也有点时间 任正非也是 有人问他 当你这么成功的时候 你觉得有什么危机 他跟STAY HUNGRY 都差不多说了一句话 他说 当我们开始创委的时候 大家很辛苦 那些PASSION 一二继续去工作 因为开始了 接着就 哇 好了 我们开始发明有不同的东西 开始又上市了 我们的员工就开始分股票 买房 买房 买车 哇 继续去做 做到那么长时间 哇 忠敬啊 我们发现了5G 世界最擅长的 当人问他的时候 他说这个时候 是我们最大危机的时候 因为你觉得很擅长 你很擅长 就很满足 You're not hungry 你要成功的嘛 你饿不饿啊 你不会为你的成功去肚饿 STAY HUNGRY STAY FULLISH 我们信主 很多人信主 最初你信主的时候 你的心情 你所做的事 跟今天 无论你是5年10年之后 你所做的事是不一样的 你初信主的时候 很有热情 跟人传福音的 对吧 谁人都拿着他传福音 为你祈祷 我神会医治你 但是当信主耐了的时候 哎呀 等等吧 我们学了很多圣经 可能神有不同的计划 我们会说很多东西 当你有一个梦想的时候 有没有梦想 起码曾经有一个梦想 无论你70岁80岁 你曾经有一个梦想 当你有一个梦想的时候 当你和人分享 通常都有这样的情况 我最喜欢做梦的人 所以我和人分享的时候 人们就会看到我的梦想 就看到我 他们两个就分开了 你的梦想 看看你读了多少书 看看你有多少钱 看看你的背景 通常梦想都比你大 人们就会比较你 你的梦想跟你不相配 别傻了 你不要傻了 成功为了我们的梦想 发出我们的热情 成功就会随之以来 我的时间差不多 没办法 不说这些就迟一点 这个是说我自己 想大家反省一个问题 你的热情去了哪里 放在哪里 有些人可能打机 都是很有热情的 每晚打到半夜 没有热情就不会成功 我们的热情去了哪里 你现在所做的事 是否你很喜欢做的事 你做那个小组奖 我不知道可能有些小组奖 又星期三又见那帮奇迷的东西 我们没有这样的小组奖 那个人专闭我 又见到他又要闭我 又要预备很多东西给小组 都不知道说什么 每个星期都要我说 do you like it 你是不是真的很喜欢做的事 不是很做长 你的服事崗位 你是不是很享受你的服事崗位 where is your passion 我很清楚自己 可能我会比较笨 我不一定成功 但是我知道我的热情在哪里 但是我知道我的热情在哪里 我想很多人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 我的热情就是在 mission里面 我想到我死那天 这个都是我的热情 不是成不成功 但是我会留下我的热情 在这个位置里面 为自己的异象充满热情 要保留你的异象 神给了你的就是你的 就算你可能经历有高有低 是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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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 这是我们最近大家都看到 信有希望 我们在桥梁 在战争 和在自然的灾害里面 有很多的挣扎 我们在缅甸和泰国北部 都遭遇三十年来最严重的水灾 这些是我们的情况 我们的中心都被全部浸浸 这是缅甸那边 差不多这样的情况 这个是比较近期 在去年这个时间 其实去年那个时间 我就是在黎巴勒 已经一年多了 已经很多人过世了 三万多四万多了 现在可能被巴勒斯坦过世了 这个就是巴勒斯坦的 就是最近的地图 先看看 我应该向这边 怎样开发 哎 可以来了 其实加沙这个地方 是很小的 红色这个就是以色列 这个是西岸 这个就是若旦 如果你看到那个 所以我们刚刚说的那个 西乃山 就是这个死海的中间里面 上面就是黎巴勒 其实黎巴勒就在右角 比卡谷以前很少人听过 我以为桥岸中心就是这个 比卡谷 比卡谷和大马士隔很近 只是三 大概由我们中心去大马士隔 但是旧成的话 就是七十公里 KM 这里有很多的名声 好像在推落西顿 都在黎巴勒里面 情况就是这样 在战争里面有希望 相信神是信神 我们同宫里面 在黎巴勒里面 铁巴勒里面 铁巴勒里面 我们最近的地方 是来到我们大概 只是10基 爆炸 在这个所谓 激进的真主党的基地 离开我们不够20基 所以由我在去年的10月 我和太太在一起 在黎巴勒里面的时候 已经听到以色的飞机 战机 在比卡谷那时 在天空里面飞过 每天已经开始飞过 今天我们有三个童工 去了埃及 参加一个青年大会 其中一个Vela 很多人都认识她 我们为什么要参加 在这个战乱的时间 离开我们的崗位 我们没有人离开我们的崗位 由战乱到现在 我们仍然是服侍神 因为我们要去鼓励埃及的教会 另外一个Statement 我很喜欢的就是 Persecuted for the Persecuted 一个受悲伯的教会 可以帮助一个受悲伯的教会 一个寡妇 能够安慰一个寡妇 你找一个有钱套 去安慰我的假父 你都不明白我说什么 你每天吃得这么丰富 我就肚饿 你一出生 就只是想想 开什么车 住什么屋 吃什么 我一出生 就带着个肚子 一日 要熬一日 只有一些曾经受难的人 他知道如何安慰受难的人 你和我 不是你有钱没钱 我们是服侍神 可能有另外一些人 是需要把自己谦卑下来 不是你没有钱 你是愿意去吃一个大排档 一个很简单的 两送一汤饭 和他们在一起 这是我们最近发生的神迹 为了妈妈 在第四期 刚刚10月12日 Cancer free 神可以做神迹 这是我们的希望 如果你有看到这些图片的话 其实来过黎巴顿的人都知道 这就是我们附近的地方 这是机场 贝鲁特、珍珠丛的距地 这是我们同工 刚刚经过的时候 所拍的 现在这就是贝卡谷里面的爆炸 如果你来过 这些绝对觉得 这些就是我们建的地方 这是我们的桥梁中心 感谢神还没被抓 我们的教会还没停止 我们不会因为战争停止聚会 我们还有一帮青年人 我们接着 其中间开放给一些流离失所的人 因为很多人在南部要逃命 没有地方住 所以我们现在收留了这些人 我们甚至学校 所有的学校 都要关门 因为学校要开放给 display 就是一些流离失所 在北方逃过来的人 让他们住 但是我们是私人学校 所以我们还可以 有一部分 让我们的朋友在这里住 但是另一部分 我们继续开放 我们是爱的种子 我就是爱的种子 我是一个吃百家饭长大的人 我是一个孤儿 我没有一个定的家 在这个家吃一下 在我哥哥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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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今天 当然不是我的钱 能够喂饱那么多人 对于我来说 是一个天荒夜谭 来的 喂 是否辛苦 你觉得我辛苦不辛苦 当然是不辛苦 我也不觉得我很辛苦 老实说 每一样东西都很辛苦 哪一样东西不辛苦 但是我很喜欢 你知道吗 我爱的种子 对于我来说 就是看到一个小孩 我每次去中心 无论是去缅甸 或者我们其他的 巴基斯坦 看到那些小孩 我们给饭吃的时候 他们嘶嘴口 将一个饼 很简单 放在口中 我会觉得 我们有很多怒气的 我会告诉你 那些怒气都跑光了 哇 真的很满足 很满足 因为这个是我的 passion 我看到那个时候 我就很开心 你的服侍能不能做到这样 挑战你们 如果你是做服侍的话 你要很开心地去做你的服侍 如果你做事的话 你回到公司 你不会很有 passion 在你的公司里面去服侍 这个就是我们的见证 为什么聚你啊 我想我们的时间不够了 他已经赶我走了 已经 我们唱一首歌 但是 如果你有机会 我很想挑战你来 愿意为你祈祷 Stay hungry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 把我们的初心找回你 把我们的热情 摆回他的初心里面 我耶稣 没有时间成员 是永远 一直到我们见耶稣的黑为止 多谢小姨 我预备了一首露饼歌 因为我这些露饼 新歌我都不懂 大家都很熟悉的 是吧 请起来 好 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里 你能够做到 Stay hungry 你的热情去哪里 你爱主的热情 爱人的热情 爱服侍 爱工作的热情 爱小组的热情 你能够维持 求主今天跟我们说话 把这种爱 倾覆起 每一个角落里面 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我们再一次为主大发热心 Hallelujah Hallelujah 我们都要被圣灵充满 不是让我们就这么简单说方言 我们能够做到更多成功 这个成功 不是为了你 不是为了我 是为了耶稣基督 我们为了主的缘故 我们要更加的努力 忘记了你的限制 忘记了你的限制 因为你是无限的 耶稣是无限的 因为你被耶稣所创造 所以你是无限的 Hallelujah Hallelujah 让我来陈你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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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变 Amen Jesus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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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找到 Hallelujah 如果你想再找回你的意情 来到台前呢 我想阿神要给你这个意情 给你最好的光阴 祂要让你再创生命的高峰 你不是那个老我 你不是那个忠奇的我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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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有丰富的恩典 你大忠奇的我 你大忠奇的我 Hallelujah Hallelujah 你要再创生命的高峰 Hallelujah Hallelujah 耶稣等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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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要跟你一起创生命的高峰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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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太老 你 你不是太老 祂里面 你还有好多的日子 好精彩的日子等着你 Hallelujah 你来到主的面前 主啊 求你将这个热情再一次赐给我 Hallelujah Hallelujah 我不是躺平 Hallelujah 你没有人躺平 Hallelujah 你忍到再次赐给我 你忍到再次赐给我 祂要祝福你 主要跟你说话 Hallelujah Hallelujah 你的梦想 神再一次给你 Hallelujah 你的热情 你的信心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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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di am 子 Kidi am Kidi am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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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愿意一个被骗下 你可能很灰心 你可能觉得不得 你经过很多的失敗 耶稣今天要跟你讲话 耶稣今天要跟你讲 老饼啊 你在桌里面好像有个老饼 你不是再有老饼 你refresh refresh 你该重新招过过 更新过 哈利路亚 因为耶稣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祂要祝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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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你吸引 哈利路亚 跟我愿靠靠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祂要祝福你 祂要祝福你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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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运城那个会场 我跳过 祂要祂 你收拾 出道过一分钟 往前把你弄成潜在弹中 你绝在弹中 从前把你弄成潜在而处 上射在弹中 因为耶稣要归寥对你的墙地 他能归寥对你 阿里纱每一的弦 阿里纱每一的弦 你要去治愈 哈利路亚 因为神的灵要进入你里面 和你一年结 哈利路亚 基地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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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耶稣基罗命 我们能够如鹰箭射至上等 哈利路亚 生命在床高速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基地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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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圣灵要充满你 圣灵要充满你 加贴你力量 欣赏佳人 哈利路亚 这些是什么事 这些是什么事 这些是什么歌 这些是什么 我爱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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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什么事 我爱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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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 Institute 원但这些是什么西尼 Hallelujah 我们都举高我们的手好吗 我们举高我们的手 祝福 祝福在前面的弟兄姊妹 我们不单止我们前面的服侍队 我们的同工为祈祷 都很想你们一起 有需要的出来 如果还有需要的可以再出来 我们会继续祈祷 而在位置上我们都需要你们一起举高一手 祝福前面的弟兄姊妹 她们真的有渴望的心 她们真的有一个渴望神祝福的心 我们为祂打气 我们为祂祝福 求神的恩典临到祂 如果在位置上 你都需要神的祝福 你未必能出到你当中 我们求主 我们举高一手 仰望主 求神的爱充满我们 我们的服侍是因为神的爱 我们回到教会当中 都是因为神的爱 我们能够爱其他人 都是因为神的爱 求神的爱大大充满我们 好吗 我们可能都是差点 但是我知道 当我们举高一手的时候 是代表我们投降 向主举手 好 盼望神的爱 是充满我们 我们不是靠人的爱去服侍 我们就是需要去行动 但是呢 我们知道 我们的行动的来源 是因为神的爱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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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多谢你 好赞美你 因为你的恩典 是救我们的使用 你的能力 在我们软弱的时候 显得更加完全 主要在这个时候 我们都祷告你 主要求你 就是加添 不单止加添我们的力量 也加添 是你的爱 因为我们服侍你 是因为你的爱 如果没有了你的爱 一切都是不值得的 因为神你的爱在当中 祝福我们每一个 求你的爱大力充满我们 你的爱呢 使我们有力量去爱其他人 有力量呢 去为神力去作功 祝福我们每一位 祝福我们每一位 祝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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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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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